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长海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一起来读 雷蒙德·钱德勒的经典代表作 《漫长的告别》 《漫长的告别》 曾斩获1955年的艾伦颇奖 据说村上春树 每每陷入困境 便会打开这本书 他把这本书读了12遍 一家舞蹈家俱乐部 一个神秘优雅的迷人酒鬼 一个孤独不羁的硬汉侦探 他们之间会发生 怎样精彩的故事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我第一次瞅见特里莱洛克斯 是在舞蹈家俱乐部的路台外 他喝醉了 坐在一辆劳斯莱斯银魂里 停车场的服务员把车开了出来 此刻依然扶着车门 因为特里莱洛克斯的左脚悬在车外 就好像他忘了自己还有一只左脚 他那张脸看上去挺年轻 但头发一片雪白 从他眼神看得出来 这个人在酒缸里已经淹到发际线了 不过除此之外 他就是一个身穿完礼服的大好青年 刚刚在一个只为让你乱花钱而存在的地方 花了太多的钱 他身旁有个姑娘 头发是可爱的暗红色 嘴角挂着冷漠的笑容 肩膀上披着蓝色貂皮大衣 衬托之下 险鞋让劳斯莱斯变成一辆普通轿车 只是险鞋 其实不可能 服务员是个常见的混不宁角色 白色外套的前巾上 用红线绣着场所的名字 他等得越来越不耐烦了 我说呀先生 他说的话里带刺 你要是不介意 能不能把腿收进去 好让我关上车门 还是让我一开到底 您干脆掉出来算了 姑娘瞪他的眼神 能刺穿他 再从背后戳出至少四英寸来 然而并不足以让他动摇 你觉得花大价钱 打高尔夫球能磨练气性 但舞蹈家俱乐部 有一帮人专门帮你戳破幻觉 姑娘忽然对白发小伙子开口 魅力喷波而出 我有个了不起的好主意 亲爱的 咱们不如叫出租车去你家 开你的敞篷车出来怎么样 多么美好的夜晚 正时刻沿着海岸 一路开到蒙迪塞托 我有些熟人 正在那开泳池舞会 白发小伙子彬彬有礼地答道 实在非常抱歉 但那辆车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我不得不卖掉它 就声音和口齿而言 你会觉得它管了一肚子的东西 不会比橙汁更烈 卖了 亲爱的 卖了是什么意思 他顺着座位从他身旁退开 但声音滑得要比那点距离远得多 意思是我非卖不可 他说否则就没钱吃饭了 哦 我懂了 这会儿一片一式冰激凌 含在他嘴里都不会融化 白外套松开手 车门完全打开 罪鬼立刻滑下座位 一屁股坐在柏油路面上 我从背后把手伸到他腋下 拉着他站了起来 实在是感激不尽 他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你拉他起来 我还有个约会 已经迟到了 说完 姑娘开走老斯莱斯 又转 小时的无影无踪 我把罪鬼带回了我家 他醒了之后 说他叫特里·乃洛克斯 住西木区的一套公寓 家里没有人等他 我开车送他回去 我离开时 他又是一番感谢 不过既不像是我为了他翻山越岭 也不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他有点虚弱 有点害羞 但礼貌地没话说 他站在敞开的门口 直到自动电梯上来 我进去为止 别的他或许没有 但礼貌他多的是 按理说 我有一副铁石心肠 但那家伙身上 有些东西打动了我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也许仅仅是白发 脸上的疤痕 清澈的嗓音 和彬彬有礼的举止 也许这些就够了 我没有理由会再次见到他 正如那个姑娘所说 他只是一条走丢的狗 感恩节过后的那个星期 我再次见到了他 好莱坞大道的商店 已经摆出了 价钱虚高的圣诞破烂 报纸开始每天嚷嚷 你要是不早点完成 圣诞购物会有多糟糕 其实完不完成 都一样糟糕 向来如此 离我办公室内撞楼 还有三个街区 我看见一辆警车 当街停车 车里有两个铜钮扣 盯着商店橱窗旁 人行道上的什么东西 这个什么东西 就是特里·奈洛克斯 或者说他本人 剩下的一点东西 而且这一点东西 怎么看都不太诱人 他朦朦胧胧地打量我 然后露出 只有半边脸的微笑 之前是醉了 他低声说 这会儿好像只是有点 没力气 他勉强站直 让我扶着他 从人行道上的 闲汉之间走到路旁 有辆出租车正在等客 我试了试车门 他先 司机说 用大拇指点了点前面的一辆出租车 他扭过头 看见特里 只要他肯接这一单 他又说 有点急 我朋友不舒服 是吗 司机说 他可以换个地方不舒服 五块 我说 你给我笑得好看一点 那好吧 他说着 就把封面画着火星人的杂志 插到后视镜后面 我打开车门 把特里奈诺克斯塞进去 逊诺车的黑影挡住了另一侧的车窗 一个灰发警察下车走过来 我绕过出租车 迎了上去 老弟 等一下 怎么回事 脏衣服里的这位先生 是你的亲密朋友吗 亲密的足够让我知道 他需要朋友 他没喝醉 肯定是为了钱吧 警察说 他伸出手 我掏出执照 放了上去 他看了看还给我 哦 他说 一位私家侦探 捡了个客人 他的语气变得强硬 但是 马洛先生 执照上只有你的一丁点信息 他呢 他叫特里奈诺克斯 从事电影业 好极了 他把脑袋伸进出租车 盯着探在后排角落的特里 我得说 他最近好像没工作 我得说 他最近没在室内睡过觉 我甚至得说 他是个无业游民 我们似乎应该送他进去 你们的逮捕记录 没那么低吧 我说 毕竟是好莱坞嘛 他继续盯着特里看 哎 哥们 你这位朋友叫什么 菲利普 马洛 特里慢悠悠地说 家住月桂山谷的 斯兰大岛 圣诞节前三天 我收到一张 拉斯维加斯某家银行的支票 金额是一百美元 附带的字条 写在旅馆的信件上 特里感谢我 祝我圣诞快乐 拥有各种各样的好运 说他希望能很快再次见到我 精彩地在复原里 希尔维亚和我开始 读第二次蜜月了 他说请别生他的气 因为他还想再努力一下 我在报纸社交版的 一个视力眼专栏里 知道了其他细节 我很少读这种专栏 只有找不到 可以讨厌的东西的时候 才拿来看看 专栏上说 亲爱的读者 本报通讯记者 金喜霍西特里 与希尔维亚乃诺克斯 在拉斯维加斯 破镜重圆 大家都知道 希尔维亚是加入 圣弗朗西斯科和原石滩两地的 百万富翁哈兰波特的小女儿 希尔维亚聘请马赛尔和让纳杜赫 翻修他们在恩奇诺的豪宅 从地下室到屋顶 以最具爆炸性的时髦风格 重新装潢 我亲爱的读者 你们或许还记得 这个十八个房间的小窝棚 是希尔维亚倒数第二任丈夫 科特维斯特海姆 送给她的结婚礼物 你们是不是想问 科特后来去哪了呢 想知道吗 答案在圣特罗佩 而且我听说是永久顶居 我更喜欢以前的她 醉醺醺的 穷困潦倒 饿肚子 沮丧 但有尊严 不过我真的喜欢吗 也许我只是喜欢高高在上 我猜不透她 做事情的理由 在我这个行当 有些时候你该提问 有些时候你该由着小火慢炖 知道她自己爆发 优秀的警察都知道这个道理 很像下象棋或打拳击 有些人你必须围追堵截 让她失去平衡 有些人你只需陪她玩 她迟早会自己败下阵来 要是我问她 她会说出她的人生故事 但我连她的脸 怎么会伤成那样都没问过 要是我问了 而她告诉了我 说不定就能挽救几条生命 只是说不定 没法保证 读到这里 大家会发现 钱德勒是一个在不动声色中 婉转幽默的大师 一场男人间的邂逅 一杯酒 一个承诺 让这份友情看起来十分清帅 这么清帅的友情 会不会让他们就这样 变成彼此的过客 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重逢呢 一个酒鬼和一个侦探 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啊 你是怎样和自己现在最好的朋友认识的呢 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长海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 漫长的告别 昨天我们读到了马洛和特里的初次相遇 以及他们相遇后又分开的故事 接下来马洛和特里会怎样重逢呢 他们重逢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我们最后一次在酒吧喝酒是五月 那天他来得比平时早 刚过四点就到了 他看上去很累 瘦了不少 但他环顾四周的时候 脸上慢慢浮现出愉快的笑容 他说 我喜欢酒吧刚开门 迎接傍晚客人的时候 屋里的空气还凉爽干净 所有东西都亮晶晶的 酒保正在最后一次照镜子 看领带正不正 头发光不光 我喜欢架子上 整整整齐齐的酒瓶和闪闪发亮的可爱酒杯 还有那种期待的感觉 我喜欢看酒保调当晚的第一杯酒 放在清清爽爽的杯垫上 旁边还要放一块滴的飘飘亮亮的餐巾 我喜欢慢慢地品这杯酒 一个安静酒吧里傍晚第一杯安静的鸡尾酒 真是美妙 我表示赞同 酒精 酒香爱情 他接着说 第一个吻是魔法 第二个是亲密 第三个是例行公事 然后你就要脱姑娘的衣服了 难道不好吗 我问他 心爱必不可少 而且不一定总是惹人讨厌 然而你必须仔细经营他 让心爱显得光彩照人 是个几十亿美元的大产业 每一分钱都物有所值 接下来 我有一个月没见过他 他再次出现 是某个清晨五点 天刚蒙蒙亮 门铃执着地响个不停 硬是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 我拖着脚 穿过走廊和客厅 打开正门 他站在门外 看样子像是一个星期没合过眼了 他穿一件轻便大衣 领子竖起来 他似乎在颤抖 他戴一顶黑色泥帽 帽颜拿下来盖过眼睛 他拿着一把枪 枪口没有指着我 他只是拿着枪而已 中等口径的自动手枪 外国牌子 当然不可能是科尔特 或是萨维奇 疲惫的惨白面旁 竖起来的衣领 拉下来的帽颜 手里的枪 他活像刚从倒地 还要踢三角的那种 老派黑帮电影里走出来 开车送我去迪华纳 赶十点一刻的飞机 他说我有护照和签证 全准备好了 只缺交通工具 我不能坐火车或汽车 或飞机离开洛杉矶 五百块的车费算不算合理 我站在门口 没让他进来 五百块加那把枪 我问 他低着头 看枪的眼神 破为茫然 他随即把枪塞进一带 那就进来吧 我让开 他筋疲力尽地冲进来 倒在一把椅子里 我撇下他走向厨房 煮了一壶咖啡 又取下架子上的一瓶老祖父威士忌 在一个大杯子里 倒了一炷的量 他咽下烈酒 砰的一声 放下杯子 咚的一声 躺在座位靠背上 喝完第二炷酒 他毫无征兆地 一头趴在桌上 他在抽气 我从他的口袋里掏出手枪 我说 要是你真希望我送你去地华纳 那么有两种事情 你千万别告诉我 第一 你在听我说吗 他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第一 我非常慢地重复道 假如你有犯罪行为 或者做了法律会称之为犯罪的事情 我指的是严重犯罪 请不要告诉我 第二 假如你掌握了这类犯罪的确凿情况 同样请不要告诉我 听清楚了 他看着我的眼睛视线集中 但死气沉沉 咖啡已经喝进他的肚子 他面无血色 但身体不再颤抖 我又给他倒了些咖啡 照例加上烈酒 听我说 他说 要到中午 甚至再晚一些 才会有人敲西尔维亚的卧室 然后发现他不在房间里 我喝着咖啡 一言不发 女婆会发现他的床 没人睡过 她继续说 然后会想到去另外一个地方找他 我们有一桩 招待客人的大房子 西尔维亚昨晚是在那儿过夜的 她用一根手指使劲脑没伤疤的那半边脸 重得足以留下一道红衣 在客人房 她慢慢继续倒 女婆会发现 西尔维亚醉得昏死过去 冻谈不得 醉得不省人事 连眼皮都冻住了 我力声打断她的话 我知道西尔维亚已经死了 我起身靠在水槽上 咱们理理思路 你别打断我 今天清晨你来找我 情绪非常激动 要我开车送你去地华纳 赶早搬飞机 因为昨晚你发现 你老婆醉死过去 还和另一个人在一起 我们是朋友 我照你说的做 没有多想 你有自己的车 但觉得自己心情太差 不适合开车 听起来怎样 她问 那得看说给谁听了 我还没说完 除了你身上的衣服 和你岳父给的一些钱 你没拿走任何东西 你没拿她给你的任何东西 包括停在 纳布雷亚大道和 喷泉大路口的漂亮小车 你想尽可能 清清白白地离开 但日子总得过下去嘛 很好 我买账 现在让我刮脸换衣服 她走了 我望着她 穿过办公楼的侧门 海关人员会守在那 她没有朝我示意或挥手 我也没有 她爬上掀梯 走进飞机 掀梯 随即收回 飞机在背后掀起漫天的尘土 然后就起飞了 我望着她 在大风阵阵的空中 逐渐爬升 最终消失在东南方 毫无遮蔽的蓝色天空中 然后我就离开了 边界站 没人多看我一眼 就仿佛我这张脸 和表盘上的指针一样 看一眼 就什么都知道了 从蒂华纳回洛杉矶 路途漫长 是本周最无聊的车程之一 蒂华纳什么都不是 那儿的人只想要钱 小孩怯声声地走到你的车旁 大眼睛满怀渴望地望着你说 给我一毛钱吧先生 求求你 再开口就要给他姐姐拉皮条了 蒂华纳不是墨西哥 没有哪个边境城市 仅仅是个边境城市 正如没有哪片海滩 仅仅是一片海滩 圣迪哥 全世界最美丽的海港之一 只有海军和几艘渔船 会来靠岸 到了晚上 就是人间仙境 波浪和缓的仿佛老太太 唱赞美诗 不过嘛 马洛必须回去 看看家里有没有少东西 到家的时候是两点钟 他们在一辆黑色轿车里等我 车上没有警察的回标 没有红色警灯 只有一双天线 而装这种天线的 又不是只有警车 台阶爬到一半 他们钻出车门朝我嚷嚷 赵丽的两人小组 赵丽的别角正装 赵丽冷漠而悠然的举止 就好像全世界都屏住呼吸 默默听候他们的差遣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 他们没有搜查我的家 似乎是一时疏忽 也可能他们认为我经验丰富 身边不会有能对我构成危险的东西 假如是这样 那他们就猜错了 他们要是稍微认真搜查一下我的家 就能找到特里莱洛克斯的车钥匙 警察找到他那辆车是迟早的事情 到时候把钥匙一对 他们就会知道他曾经和我待在一起 不过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毫无意义 警察再也没有找到那辆车 他在夜里某个时候被偷走了 窃贼很可能一路开着他去了埃尔帕索 配上新钥匙和伪造的文件 最后流入墨西哥城的市场 整套做法早就成了惯例 大部分赃款会以海洛因的形式流回美国 在黑道看来 这是牧林政策的一部分 他们还是重逢了 因为他们都是酒鬼 沉醉在美酒之中 却没想到这一次的相遇 带着枪与逃亡 马洛毫不犹豫地帮助了好朋友 谁让他与这个朋友这样的投缘 好朋友就这样逃走了 留下警觉的马洛 他会怎么办 想意气的马洛会不会受到制裁 你有这样灵魂伴侣伴的朋友吗 你们之间是否可以自发地互相理解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独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优优独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长海 昨天 我们看到了马洛和特里 那不需要多少言语 就互相信任的友情 他们的相逢 却不同于以往的相逢 接下来 现实总归需要面对的 特里逃离了 那留下来的马路会怎样呢 在监狱 在牢房 他们之间就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那年凶沙科的老大 是个叫格里高里的警监 他这种头扭扣 如今越来越稀有 但绝对没有灭绝 他这种人破案 靠的是强光灯 胶皮棒 脚踹后腰 膝撞扶骨钩 拳打心口 警棍戳尾锥 六个月后 他受指控在大陪审团前做伪证 于是未经审判 就被一脚踢出警队 后来在怀俄明州自家牧场 被一匹雄壮大马活活踩死 然而此刻 我是他砧板上的肉 他坐在办公桌前 脱掉了外衣 袖子挽得都快到肩膀了 他秃得像块砖头 腰上正在长肥镖 肌肉结实的男人 到了中年都会这样 他的眼睛是死于那种灰色 他的大鼻子上 破例的毛细血管纵横交错 他在喝咖啡 想动可不小 他粗壮的双手的手背上 汗毛浓密 挤出灰毛 从他的耳朵里支冷出来 他玩着桌上的什么东西 眼睛望着格林 格林说 头儿 我们只知道他 什么都不肯说 电话号码带着我们找到他 他开车出去过 不肯说去哪了 他和南罗克斯很熟 不肯说最后一次见到他 是什么时候 以为自己是条硬汉 格林告里大人道 坏毛病 可以帮他改一改 语气像是根本不在乎 他很可能确实不在乎 在他眼里 没人是条硬汉 关键是 地检官在这个案子里 闻到了很多头版头条 不能怪他 看看那姑娘的老爸 是谁就知道了 我觉得咱们 得为他抖擞抖擞这位朋友 格林告里的死于眼 上下打量我 现在你可以交代了 干脆点 来 完整陈述你 从昨晚十点开始的 一举一动 我们在调查一起凶杀案 头号嫌犯 不知去向 那家伙 撞见他老婆偷人 把他的脑袋 打得血肉模糊 只剩下碎骨头 和浸透鲜血的头发 用的是青铜雕像 没什么想象力 但很管用 你和这家伙有关联 你可以说你没有 我可以不相信 但你连说没有都不肯说 你在我这 连个屁也不是 开始吧 我说不准 我说 我需要法律方面的建议 我愿意配合 从地检署 叫个人过来如何 他慢慢起身 凑近我 一只大手 按着木头桌面 一拳打在我脖子侧面 拳头硬得像块铁 脸上的表情 毫无变化 这一拳 只挥动了 八到十英寸的距离 顶多 险些打掉我的脑袋 胆汁涌进我的嘴里 出了胆汁 我还尝到了鲜血的味道 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 他低头看着我 依然面带微笑 左手依然按着桌面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他听了一会儿 突如其来的震怒 将他那张脸扭曲成阴沉的一团 他放下听筒 手有点颤抖 摘一条手铐 送他进县居留所 格里高里慢吞吞的说 谋杀嫌疑 地监署从我们手上抢走了案子 咱们有一套多么迷人的制度 我正要出去 格里高里忽然吼道 等一等 关上门 格里高里以急慢的速度 穿过房间 脚趾贴脚趾的 站在我面前 连他一根汗毛都没碰过 他咬牙切齿道 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他的眼神很遥远 毫无感情色彩 他的嘴巴抽动了几下 然后他朝我脸上吐口水 他后退一步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 他转身回到窗口 格里再次开门 我走出去伸手掏手帕 中安区三号牢房 有两个铺位 卧铺车那种上下铺 拘留所没有满园 这间牢房里只有我一个人 中安区的待遇不错 你有两条毛毯 既不脏也不干净 高低不平的床垫 有两英寸厚 放在纵横交错的金属板条上 有抽水马桶 洗脸池 卫生纸和粗糙的灰色肥皂 牢房挺干净 没有消毒水的气味 活是模范犯人干的 模范犯人的资源非常充足 狱警上下打量你 眼神睿智 只要你不是罪鬼或精神病 或者表现的像这种人 你就可以保留火柴和香烟 你可以穿自己的衣服 直到预审 然后你就必须穿囚服了 不能打领带 没有腰带和鞋带 你可以坐在铺位上 等着开庭 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罪汉牢房的条件 就没有这么好了 没有铺位 没有椅子 没有毛毯 什么都没有 你躺在水泥地上 你坐在马桶上 朝自己的大腿呕吐 那是倒霉的深渊 我见识过 天没黑 但天花板上的灯 还是亮着 牢房铁门上 有一扇用铁丝网 罩着的窥视窗 电灯开关在铁门外 晚上九点准时熄灭 不会有人进来通知你 报纸或杂志上的一句话 你也许正读到一半 没有咔嚓声响 或任何预兆 黑暗就那么突然降临 夏天的黎明到来前 你没有任何事可以做 只能睡觉 假如你睡得着 抽烟 假如你有烟可抽 思考 假如你有东西可以想 而想了 不会让你比不想时 心情更糟糕 要是抓不住莱洛克斯 恩迪科特先生 他们恐怕也不想知道 他是怎么逃跑的 只会想以最快的速度 忘掉这堆烂事 你全搞清楚了 对吧 马洛 是啊 媒体怎么还没来采访我 我准备在报纸上 弄出很大一场动静 招揽许多生意 私家侦探 宁可蹲耗子 也不愿意出卖朋友 他走到门口 抓住门把手 转过头来 你很会说小话马路 你在许多方面 非常幼稚 没错 一美元能买到海量的曝光 但是 我的朋友 若是运用得当 也能买到海量的沉默 他打开门 走了出去 狱警进来 带我回重罪区三号牢房 狱警边锁门边说 看来你待不了几天了 因为恩迪科特在帮你 我说 但愿他说得对 早晚班的狱警 是个金发大块头 有着肉糊糊的肩膀 和友善的笑容 他人到中年 年轻和愤怒 早就被岁月 甩得不见踪影 他只想轻轻松松地 上八小时班 他的世界里 似乎没有什么反心事 他打开我的牢房门锁 云爪 地检鼠 没睡吧 对我来说 还有点早 几点了 十点十四 他站在门口 扫尸牢房 一条毛毯 铺在下层铺位上 另一条毛毯 叠成枕头 垃圾桶里 有几张用过的卫生纸 洗脸池边缘 搁着一小卷测纸 他点点头表示赞许 有个人物品吗 只有我这个人 他没锁牢房门 我们走过一条寂静的走廊 打电梯下楼 到登记台 一个穿灰色正状的胖男人 站在登记台旁 抽玉米心烟斗 他的指甲脏兮兮的 身上臭烘烘的 乃诺克斯案件告结了 先生 不存在什么乃诺克斯案件了 今天下午 他在旅馆房间里 写了一份完整的自白书 然后开枪自杀了 在奥塔托克兰 如我所说 我站在那 眼神茫然 从眼角余光 看见格伦兹 慢慢后退 像是以为我 可能会揍他 那个瞬间 我的模样 肯定很凶恶 他回到书桌前 斯普兰克林 抓住了我的胳膊 来 走吧 他用哀怨的声音说 男人时不时 也该回家过夜的 我跟着他出去 关上门 关得很轻 像是房间里 刚死了人 本来就是侦探的马洛 面对警察的审问 毫不畏惧 为了朋友 守口如瓶 即使马洛再落魄 也做着自己 想做的事 真是一个活得 真实的硬汉 没想到 却得到好朋友 自杀的消息 马洛辛苦维护 没保住的特里死了 作为好朋友 马洛会去哪儿 这个案件 他会再不过问 还是奋勇追求真相呢 你怎样理解 活得真实呢 面对有时 不那么美好的世界 你是否能够做到 不放弃对正义的坚持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的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长海 今天 我们继续阅读 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 《漫长的告别》 读到现在 想必大家 已经与主人公马洛 建立了感情 这个看起来冷漠 孤僻的马洛 抵得住警察局的各种拷问 努力维护特里 却听到好朋友自杀的消息 接下来 莱诺克斯案件会有怎样的进展呢 特里真的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吗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我翻出物品清单的附写件 在原件上签字领东西 我把我的物品放回口袋里 有个男人 有个男人 懒洋洋的已在登记台的另一头 我转过身 他只起药对我说话 他身高约六英尺四 瘦得像一根铁丝 要搭车回家吗 我们走出女壮楼 在停车场找到她的车 我抬头看天空 天上有星星 但灯光太亮了 一个凉爽宜人的夜晚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坐进她的车里 她开车离开 我住得比较远 月桂山谷 我说 随便哪儿 让我下车就行 他们用车拉你进来 他说 却不关心你怎么回家 我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特别反感的那种感兴趣 似乎已经没有案子了 我说 特里·乃洛克斯 今天下午开枪自杀 他们这么说 就是这么说的 我关灯 坐在一扇打开的窗户旁 外面树丛里 有一只反蛇鸟 婉转名叫 在安歇前 欣赏自己的歌喉 我的脖子有点痒 于是我刮脸洗澡 平躺在床上听着 就好像我 会在茫茫夜色中 听见一个声音 冷静而耐心的声音 向我解释清楚 所有事情 我没有听见那个声音 我知道 我不可能听见 不会有人向我解释 乃洛克斯案件的前因后果 没有必要解释 凶手已经自白 凶手已经死了 连调查都不会有 正如日报的罗尼摩根所说 太生事了 假如特里确实杀死了妻子 那当然好 没必要审判他 公布令人不快的种种细节 假如不是他杀的 同样很好 死人是世上最好的替罪羊 死人绝对不会反驳 第二天早上 我再次刮脸 穿戴整齐 和平时一样 开车进城 我上楼 顺着走廊 向前走 掏出钥匙开门 一个相貌斯文的有黑男人 盯着我 你是马洛 是又怎样 别走开 他说 有人想见你 他把后背和墙壁分开 没精打采的走远了 来了一个男人 叫门南德斯 他说自己是特里的战友 兼老朋友 我们三个人 蹲过一个散兵坑 他说 比地狱还冷 到处都是鸡血 我们吃罐头食物 冰凉冰凉的 偶尔有炸弹 排击炮更多 兰迪斯塔尔 我还有特里 一颗迫击炮弹 就落在我们中间 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没爆炸 兰迪和我 都还吓得动弹不得 特里抓起那颗炮弹 跳出了散兵坑 他窝倒在地 同时把炮弹扔出去 他在半空中爆炸了 大部分从他头顶飞过去 但有一块弹片 打中了他的半边脸 门南德斯停了下来 明亮的黑眼睛 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谢谢你告诉我 我说 你倒是开得起玩笑 马路 你挺地道 兰迪和我讨论过 我们觉得 特里 乃洛克斯 遇到的那些事情 足够搞坏 任何一个人的脑子 我们有好几年 一直以为他死了 但他没有 德国佬 俘虏了他 他们修理了他 差不多一年半 活儿干得不错 但他被摧残得太厉害了 我们花了很多钱 查明真相 又花了很多钱 找到他 不过战后 我们在黑市上 挣了大钱 我们付得起 特里救了我们的命 得到的 却只有半张好脸 一头白发 和严重的神经症 他在东面 成天喝酒 这儿那儿的 被抓了许多次 整个人 差不多都废了 他有心事 但我们一直不知道 是什么 接下来 我们忽然听说 他娶了那个 有钱娘们 走了上坡路 然后和他离婚 又走下坡路 又和他结婚 最后他死了 兰迪和我 什么都没法为他做 他不肯 除了维加斯的 那份短期工作 他惹上了真正的麻烦 不来找我们 却去找你 这么一个廉价伙 一个能被警察 耍着玩的家伙 现在他死了 没有和我们告别 没有给我们机会 还人情 我能把他弄出国 比赌神洗牌都快 他却去找你哭诉了 这让我很生气 一个廉价伙 能被警察 耍着玩的家伙 警察能把任何人 耍着玩 所以你要我怎么做 放手 文南德斯 绷着脸说 放什么手 不要企图靠 战诺克斯案件 捞钱捞名声 事情结束了 板上钉钉 特里死了 我们不希望 他再被打扰 他吃的苦 已经够多了 一个有情怀的流氓 我说 笑死我了 他站起身 会面结束 他拿起手套 雪白的猪皮手套 心得像是从没被戴 衣冠楚楚的那种人 门难得死先生 但表面伪装之下 是个暴虐的男人 接下来的三天 平安无事 没有人朝我挥拳头 或开枪 没有人打电话给我 警告我 别多管闲事 没人顾我找离家 出走的女儿 偷人的老婆 丢失的珍珠项链 不翼而飞的遗嘱 我傻坐在椅子里 砍墙 南诺克斯案件 死得和他出生 一样突兀 有一场 简短的听神 没有传唤我 演示官得出结论 希尔维亚因其丈夫特里的 蓄意谋杀而死 而特里 已在法医办公室的 管辖范围外顽固 他们多半读了一遍 紫白书 已记录在案 紫白书的真实性 多半已经得到验证 足够让演示官满意 尸体发还家属 空运回北方 在家族墓园下葬 葬礼 没有邀请媒体 没有任何人 接受采访 我门前台阶底下的起点 立着个红白相间的 鸟舍信箱 这封信就躺在里面 新封上有西班牙语的 航空信标记 一大堆墨西哥邮票 和几行文字 要不是墨西哥 最近总在我脑子里打转 我都未必会认出那些文字来 邮戳是手工盖的 印尼大概早就用完了 信很厚 我爬上台阶 在客厅座下 开始读信 这个夜晚似乎非常寂静 来自死者的信件 也许会带给自己 一份寂静 信的开头 没有日期 也没有寒暄 特里在信中向我道别 他是为了表达歉意 他在信中加了一张 五千元面额的美金 他说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被堵在异国他乡 肮脏的小旅馆里 身上有一把枪 他只剩下一条出路 信的最后 他让我忘记这件事 也忘记它 信封里 还有一张五千块大钞 绿油油的 崭新挺阔 我从没亲眼见过这东西 很多在银行工作的人 也没见过 只有兰迪斯塔尔和门南德斯 这种角色会带着他们 当现金用 假如你去银行 要求取一张 你会发现他们手头 多半没有 他们必须从联邦 储备银行 调一张来给你 前前后后 需要花好几天时间 全美国 只有一千张左右在流通 我这张周围有着美丽的光泽 它制造出了 属于他自己的阳光 我坐在那儿 盯着他看了很久 最后 我把他收进信件家 去厨房煮咖啡 我照他说的做 也许出于感伤 也许不是 我倒了两杯 在他那杯里 加了些波本威士忌 放在我送他赶飞机那天早晨 他坐的位置上 咖啡不再冒蒸汽 香烟不再冒烟 只剩下烟灰缸边缘 一个熄灭的烟屁股 我把烟头 扔进水槽下的垃圾桶 我倒掉咖啡 洗干净杯子收好 就这样了 对五千块来说 做这些 似乎不怎么够 过了一阵 我出门去看午夜场电影 毫无意义 我没怎么看荧幕上 在演什么 只是乱七八糟的声音 和一张张放大的脸 我再次回到家 摆出一盘 特别无聊的西班牙开局 同样毫无意义 于是我爬上床 但睡不着 凌晨三点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 听哈恰图梁 在拖拉机工厂干活 他管这个叫 小提琴协奏曲 我管他叫 送风机 皮带松了 和去他妈的 不眠之夜 对我来说 和肥胖的游地员 一样罕见 要不是 还得去 利子贝福利 见斯潘赛先生 我会喝光一瓶酒 醉个不省人事 下次 再见到 彬彬有礼的罪汉 坐在 劳斯莱斯银魂里 我保证 就地解体 飞快地 朝好几个方向逃跑 最致命的陷阱 莫过于 你为自己 设下的陷阱 别看这个硬汉 总是冷漠 他的内心 其实 十分柔软 他发现了 特里和妻子的关系 扑朔迷离 一封莫名的信件 勾起了 马洛的好奇心 他看完信 会有什么样的举动 特里和他的妻子 又有什么样的秘密 你觉得自己 是一个冷静 孤僻的人吗 在孤独的城市里 你是否也在坚持 寻找某样东西 在他追寻的过程中 是否也曾纠缠到 各种复杂的情景中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独泥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长海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 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 《漫长的告别》 昨天我们读到了 特里的人生往事 以及案件最终尘埃落定 接下来 一个优雅美丽的金发女郎 找到了马洛 希望她帮自己找到 失踪的作家丈夫 这个新案件 又会有怎样的进展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十一点 我坐在从餐厅府楼走进来的 右手边的第三个卡座里 我背对墙壁 进来出去的人 我都能看得见 新的委托人叫斯盘赛 是一个手眼通天的出版商 他已经迟到了二十分钟 我迟到的太离谱了 非常对不起 我叫霍华德·斯盘赛 你肯定就是马洛了 我转过头望向他 他人到中年 有点胖 衣着像是根本没考虑过打扮 不过他刮过脸 头发仔仔细细 浮浮贴贴的向后梳 盖住两耳之间 颇为扩大的头顶 我们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就住在这附近 他看似不经意地说 你说不定读过他的东西 罗杰维德 和你的难题有关吗 我问他 那个维德 他点点头 是这样的 他谨慎地说 罗杰维德给我们惹了个大麻烦 他无法完成一本书 他正在逐渐失控 背后有引擎 他似乎快崩溃了 疯狂喝酒 乱发脾气 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会失踪好几天 没多久以前 他把妻子推下楼梯 他断了五根肋骨 入进医院 斯盘赛凑近我 阴郁地看着我的眼睛 我们必须要他写完那本书 迫不及待地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的职位全仰仗这本书了 但我们要的不止这些 我们想要挽救一位 很有才华的作家 他有能力写出 比他以前那些书 好得多的作品 出了什么大问题 我这次来 他甚至不肯见我 第二轮鸡尾酒送来了 我没碰过那杯 望着他一口气喝掉半杯 我点了一支烟 直勾勾地看着他 这样吧 我说 要是你坚持 我可以去见一见他 评估一下他的情况 我会和他妻子谈一谈 但我猜他会把我扔出家门 一个不属于斯盘赛的声音说 不 马洛先生 我不认为他会那么做 恰恰相反 我认为他很有可能会喜欢你 我抬起头望向一双紫罗蓝色的眼睛 我想我欠你一声对不起 但我觉得在自我介绍之前 我有必要先观察一下你 我是艾林韦德 他确实是个游物 再近处看 他让我几乎无法动态 我没说我不感兴趣 韦德夫人 我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我不认为我能派上用场 勉强让我尝试 恐怕也会酿成大错 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他变得非常严肃 笑容已经消失 你决定的太快了 你无法仅仅凭借行为判断一个人 就算非要判断不可 也应该通过他们的为人 而你必须了解他们 才能知道他们的为人 他轻轻柔柔地说完 再见了 马洛先生 假如你改变了主意 他飞快地打开挂包 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还有 谢谢你能来这 他朝斯盘塞点点头 转身离开 我目送他走出酒吧 穿过向着玻璃墙的副楼 走向餐厅 他的一举一动 都那么美丽 坐进车里 我这才想起 艾林韦德给我的名片 一张雕摆印刷的名片 但不是正规的商务名片 因为上面有住址和电话号码 罗杰斯特恩斯韦德夫人 优先古录1247号 电话优先古56324 第二天早晨 我正在掺耳垂上的爽身份 门铃响了 我过去开门 发现一双紫若蓝色的眼睛 看着我 今天他穿棕色的亚麻长裙 围红胶色的围巾 没戴耳环或帽子 他脸色有点苍白 但绝对不像一个曾被推下楼梯的女人 他犹豫着对我微笑 我知道我不该来打扰你 马洛先生 你很可能连早饭都还没吃 但我不怎么想去办公室找你 又讨厌打电话 讨论私事 没关系 请进 韦德夫人 喝杯咖啡吗 听我说 韦德夫人 我最后说 我的看法毫无意义 那种事情每天都会发生 最不可能的人 犯下最不可能的罪行 可爱的老太太 毒死全家 好绅士的孩子 多重武装抢劫和开枪杀人 记录完美无瑕的银行经理人 被发现20年来 长期贪污公款 广受欢迎的成功小说家 应该过得很开心 却喝得醉醺醺的 大的妻子住进医院 我们甚至不知道 什么是会让我们 最好的朋友精神紧张 他沉吟片刻点点头 说再见 沿着红山台阶走了下去 我望着他上车 一辆细长的灰色捷豹 看上去非常新 他开车到小节尽头 调转方向 下泡经过的时候 他朝我灰灰戴着手套的手 小小的跑车 轻快地拐了个弯 然后就看不见了 屋子正面墙边 有一层红色夹竹桃 我听见里面传来扑腾的声音 一只小反射鸟 焦急地唧唧轻叫 我看见小鸟 站在顶上的一根枝条上 拍打翅膀 像是难以保持平衡 远枪拐角的柏树丛中 响起刺耳的提鸣声 一死大概是警告 唧唧叫声立刻停止 胖乎乎的小鸟安静下来 我回到屋里关上门 让他自己上飞行课 鸟类也必须学习 无论你觉得你有多聪明 你都必须从一个起点开始 名字 地址 社区 背景 环境 某种参考 然而我手头只有一张 皱巴巴的信纸 上面打着 我不喜欢你 韦医生 但此刻我需要的正是你 有了这个 我能把目标缩小到太平洋里 辛辛苦苦花了一个月 插遍五六个县级医疗协会的成员名单 最后得到一个大打圆圆的灵弹 咱们这座城市 用医滋生的比臀属还快 在真正的医生里 有些过得很好 有的穷得叮当响 有些讲义得 有些未必遵守得起 在跟不上维他命和抗生素发展的 许多老魂球眼中 富有的早期震颤性 瞻忘患者就等于天降财神 可是没有线索我就无从下手 我没有线索 爱领维德不是没有就是不知道他有 另外就算我找到了符合条件 而且名字缩写对得上的人 就罗杰维德而言 他也有可能仅仅是个神话人物 那两句话可能只是他泡进九海时 脑子里闪过的一个念头 就像他对于菲斯基拉德的引用 或许仅仅是一种不落俗套的告别方式 遇到这种情况 小角色就只能借用大人物的脑子了 于是我打电话给我认识的一个人 他在卡恩机构工作 这个浮华的事务所开在贝福利山 专精于保护有钱有势的富豪 我认识的这个人叫乔治·彼得斯 他说要是我能长话短说 他可以赐给我十分钟时间 我说你这样真是让我心花怒放 一分钟后 护枪板上打开了一扇门 彼得斯着着手 我走进了一条占件灰色的走廊 左右两侧的小办公室 怎么看都像是牢房 他的办公室天花板装着西音阁板 有一张灰色不锈钢办公桌 和两把配套的椅子 灰色的架子上 有一台灰色的录音机 电话和笔架与墙壁和地板 是同一个颜色 墙上有两张带矿的照片 一张是卡恩身穿制服 头戴雪莲花头盔 一张里的卡恩平民打扮 坐在半空桌前 一脸高深莫测 墙上含有一个木框 铁灰色字母的励志名言 印在灰色背景上 这句话说的是 无论何时何地 卡恩机构的探员 都以绅士标准规范言行 此规则盖无例外 让人神魂颠倒的金发女郎 正是新案件的委托人 他让马洛寻找自己的丈夫 线索便是那张信纸 马洛觉得 自己要从卡恩机构 寻找蛛丝马迹 韦德夫人 是这一连串谋杀的 关键线索吗 马洛寻卡恩机构 是否获得了 有用的关键信息 一个人应该如何 对待友谊和承诺 如何忠于自己的原则行事 即便穷困潦倒 能力有限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的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长海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 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 漫长的告别 昨天我们读到了马洛 寻找谋杀案线索 得到了三条信息 那么马洛究竟能从 哪位医生那里找到答案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塞普尔维达山谷底部 有两根方形黄色门柱 一根门柱上挂着一扇 五根铁栏杆的大门 门开着 上方用铁丝 旋着一个告示牌 私家道路 非请误入 空气暖哄哄的 很安静 充满安数 犹如公猫发情的骚味 我在一座红杉木建筑物前停车 这座建筑物 有木往屋顶和宽阔的门廊 大门是双开的沙门 硕大的黑苍蝇 趴在沙门上打盹 大门紧闭 僧侣布或类似织物的窗帘 将窗户遮得奄奄实实 你都能感觉到 窗台上厚厚的灰尘 我熄灭引擎 坐在驾驶座上 双手抓着方向盘 竖起耳朵 仔细听 没有任何声音 这地方似乎和古埃及法老一样 死透了 但双开沙门背后的木门敞开着 里面昏暗的房间中 似乎有东西在动 然后我听见了 微弱但清晰的口哨声 一个男人的身影 出现在沙门上 他推开沙门 慢悠悠地走下台阶 他在台阶底下站住 支勾勾地盯着我 口哨还没停 他瘦削得像根鞭子 丝线般的长睫毛底下 是一双我这辈子见过的 最大和最空洞的烟灰色眼睛 他五官精致而完美 却毫无鲜弱的感觉 他鼻梁挺直 但并不完全细长 好看地撅着嘴唇 他下巴上有个酒窝 小小的耳朵可爱地依偎着头部 他的皮肤极为苍白 像是从没晒过太阳 他在一级台阶上坐下 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个指甲措 开始修他的指甲 银行来的 他头也不抬地问我 我找维林杰医生 他停下手里的指甲措 扭头望向热轰轰的远方 他是谁 问剧里 没有一丝可能存在的兴趣 这个地方的主人 你答得倒是干脆 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我就是维林杰医生 一个粗壮男人 沿着一条小径跑过来 他身穿夏威夷衬衫 边跑边挥舞着手臂 他来到我们身旁 呼吸有点急促 马洛 维林杰医生的注意力 回到我身上 马洛先生 请问有何贵干 不尔说 你这儿停止营业了 没错 我正在等一些 法律手续完成 然后就会搬出去 这儿只有厄尔和我 两个人 我很失望 我满脸失望地说 以为有个叫维德的人 住在你这儿 他挑起两条 能让富乐制刷员工 大感兴趣的眉毛 维德 我有可能认识 什么人叫维德 这个姓氏挺常见 但他为什么会住在我这儿 接受治疗 他皱起眉头 一个人长着他这样的眉毛 皱起眉头 就值得一看了 我从事医疗工作 先生 但已经不值夜了 已经卖掉了 他说 平静的小商骨 将成为房产开发项目 将会有人行道和路灯柱 孩子 登着踏板车 收音机 放得震天响 甚至会有 他凄凉地 溃然常态 电视 他挥动大手 使劲一扫 希望他们 能放过这些树 他说 但恐怕很难 山脊上的树木 会变成电视天线 但鄂尔和我到时候 早就走得远远的了 应该吧 再见了 医生 我的心 为你流血 他伸出手 掌心 潮乎乎的 但握得很有力 谢谢你的同情和理解 马洛先生 很抱歉 找斯乃德先生这件事 我帮不了你 维德 我说 不好意思 对 维德 再见了 先生 祝你好运 我在市区 见到了乌坎尼奇医生 这是一座老古董 楼里塞满了 混得不太好的医生 牙医和基督教科学派修行者 有你希望官司对手用的那种律师 有紧紧勉强度日的医生和牙医 我被领进去 坐进一把棕色皮 乌坎尼奇医生 轻快地走进来 他身穿白大褂 河头上 扎着圆形反光镜 他在我面前的高脚凳上坐下 痘性头痛是吧 非常严重 他拿起一枚玻璃帽 套在看似钢笔的东西上 他把那东西塞进我嘴里 请合上嘴唇 但别咬牙 乌坎尼奇拔出玻璃馆 重新开灯 他细细地打量我 完全没有堵塞 马洛先生 你头痛不是因为鼻痘 我斗胆猜测一下 你的鼻痘这辈子从没出过问题 不过我看见你做过鼻中阁手术 他在高脚凳上向后仰 用手抱住膝盖 所以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 他问 我想和你谈谈我的一个朋友 他是个作家 有钱 他精神有问题 他需要帮助 他会一连几天只喝酒活着 他也需要提供一点额外的东西 他本人的医生已经不肯配合了 你说的配合具体指什么 乌坎尼奇医生问 这个人需要的这是偶尔打一针 让他平静下来 我觉得咱们可以商量个所以然出来 报酬会很可观 对不起马洛先生 这种问题不是我的事情 他站起身 不得不说一句 你这么找我有点没礼貌 要是你的朋友愿意 他可以来找我看病 但他最好有什么需要治疗的毛病 马洛先生 诊费十块 少装了医生 你在名单上 乌坎尼奇医生靠在墙上 点了支烟 他等我说下去 他吐出一口烟 看着鸟鸟烟雾 我没说话 给他一张名片 让他自己看 他看着名片 你说的是什么名单 他问 铁窗小子的名单 我猜你早就认识我那位朋友 他叫维德 我猜你把他藏在什么地方的一个白色小房间里 他离家出走 失踪了 滚出去 下三烂的骗子 瓦利一省有一幢古老的大房子 周围是个古老的大花园 享受着一棵古老的大象树的阴凉 正门是香染色玻璃的双开门 大堂宽阔而凉爽 抛光的香木地板 没铺任何地毯 阿尔塔迪娜夏季炎热 这地方紧贴秋陵 风直接从顶上吹过去 一个穿雪白制服的护士 接过我的名片 我等了一会儿 瓦利一省屈尊前来见我 他是个人高马大的帮头 一脸愉快的笑容 他身上的白大褂一尘不染 脚下的皱纹胶底鞋 走入无声无息 有何贵干 马洛先生 他的声音醇厚而柔和 能够缓解痛苦 安抚焦虑的心灵 医生来了 没什么可担心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 临床风度他有的是 一层一层厚厚地涂满了蜂蜜 他堪称完美 而且硬如铁板 医生 我再找一个叫韦德的男人 他很有钱 酒精沉瘾 离家出走 失踪了 找他的病史看 他有可能躲在某个 用医疗手段解决他的问题的隐秘地点 我只有一条线索 线索提到了一位威医生 你是我的第三位威医生 我已经有点泄气了 他笑得很真诚 只是第三位 马洛先锁 洛杉矶市里市外 该有一百位医生的名字 以微开始 我越来越生气了 瓦利医生说 清淡的食物 少量的针钉剂 寸步不离的监管 推他们出去晒太阳 推他们回去上床 部分窗户装上铁栏杆 免得还剩下一点精神火苗没扑灭 他们爱你 医生 毫无例外 他们临死前握着你的手 看见您眼里的悲哀 而且还发自肺腑 马洛为寻找线索 分别访问了三位威字开头的医生 但目前看来 一无所获 找到唯德的关键 到底在哪里呢 你印象最深刻的医生 是哪位医生 你觉得医生 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你与医生 有没有什么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的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长海 今天 我们继续阅读 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 《半场的告别》 昨天 我们读到了马洛 为寻找线索 来到了塞普尔维达山谷 以及瓦利医生的医院 接下来 马洛从瓦利医生这里 可以获得有用的线索吗 维德和乌坎尼奇 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让我们开始 今天的阅读吧 我开车回好莱坞 觉得自己像一小段嚼烂的绳子 吃饭还太早 天气又太热 我打开办公室的电扇 空气没有因此变得凉爽 只是稍微有了点生机 外面大街上的车流喧嚣不已 我脑袋里的思绪粘成了一团 就像捕鹰纸上的苍蝇 三发三不中 我忙活来忙活去 只是见了太多的医生 我打电话到维德家 接电话的是个墨西哥口音 说维德夫人不在家 我说 维德先生呢 那头说 维德先生也不在家 我留下我的名字 他似乎毫不费力的就记住了 他说他是男仆 我打给卡案机构找乔治·彼得斯 他说不定还认识别的医生 他不在 我留下假名字和真号码 一个小时慢吞吞地爬过去 活像一只生病的蟑螂 我是被遗忘的沙漠里的一粒黄沙 我是打光了子弹的双枪牛仔 三发三不中 我最讨厌坏事成三了 你打给A先生 没结果 打给B先生 没结果 打给C先生 还是没结果 一个星期后 你发现你该打给D先生 但当时你不知道有这个人 而当你发现他的存在 客户已经改变主意 终止调查了 乌坎尼奇和瓦利可以化掉 瓦利他有钱 不会去沾酗酒病人 乌坎尼奇是个下三难 铤而走险的江湖医生 居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给自己扎针 维德大概不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许多成功人士 离思想巨人还差得远呢 但他也不至于蠢到和乌坎尼奇 搅和到一起去 唯一有可能的是 维灵节医生 他有合适的空间和幽静的环境 多半也有足够的耐心 这次我带上了枪和三节电池的手电筒 枪是南缠的短管点三二小左轮 撞平头子弹 今天夜里没有月亮 等我到了维灵节那片土地的入口 天色肯定已经全黑了 铁链和挂锁依然把大门锁得紧紧的 我翻过大门爬上山坡 寻找徒步小径 山谷深处隐约传来 鼓鼓叫声 更远的树林里 还有一个小木屋 也亮着灯 我来到一扇有纱窗的窗户旁 偷偷向内张望 一个男人平躺在床上 身体松弛 睡衣袖子里的两条胳膊 压在被子上 他睁着眼睛 盯着天花板 维灵节医生 把被子放在床头柜上 拖了把椅子过来坐下 他伸手抓住男人的手腕 摸脉搏 现在感觉怎么样 维德先生 他的声音友善而殷切 床上的男人没有回答 也不肯看他 而是继续盯着天花板 维灵节慢慢地 拍大椅子扶手 你半夜三更地 打电话叫我 他说 你情况危急 你说我不来 你就自杀 我不想去 你知道原因 我在这个州 没有行医执照 我正在想办法 处理这片地产 免得最后 什么都剩不下 我要五千块 我隔着床 朝打开的窗户 放了一枪 枪绳在狭小的空间里 响得出乎意料 维德坐在床沿上 有点坐不稳 你就是他说的侦探 他问我 你怎么找到我的 找知道这种事的人 问了问呗 我说 要是你想回家 还是穿上衣服比较好 我走出房间 让他们收拾残局 艾林维德 站在敞开的门口 我关灯下车 他来到近处 我说 我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但我不敢留下他一个人 当然 找他费了很大的劲吧 呃 别按门铃 稍微费劲一点 进来坐坐 从头到尾告诉我 他应该上床休息 明天就完全是个体面人了 肯迪会送他上床 他说 他今晚不会喝酒的 假如你担心的是这个 我连想都没想过 晚安 维德夫人 你肯定累了吧 不想喝一杯吗 我点了支香烟 我觉得好像两星期 没尝过烟草的滋味了 我陶醉在烟雾里 能让我吸一口吗 他靠近我 我把烟递给他 他吸了一口 咳嗽起来 他还给我 笑着说 新手而已 如你所见 你认识希尔维亚 乃诺克斯 我说 所以才想要雇佣我 我认识谁 他听上去一头雾水 希尔维亚 乃诺克斯 烟回到我手上 我对他 看成狼吞虎咽 哦 他惊讶到 那个 被杀的姑娘 哦 我不认识他 我只知道他是谁 我没告诉过你 不好意思 我忘了你 对我说过什么 他依然静静地 站在那儿 离我很近 白色长巡 裹着苗条 高挑的身体 敞开的前门 露出灯光 落在他头发的边缘上 找到发丝闪烁柔光 我要留下这个给你 我说 我抱住他 把他拉近我 扬起他的头部 我用力亲吻他的嘴唇 他没有反抗 也没有做出回应 他默默地挣脱 站在那儿 看着我 你不该那么做的 他说 那么做不对 你为人太好了 等一下 我说 亲一下 又不留吧 你只是觉得会尴尬 另外 别说什么 我为人太好 我宁可当混蛋 他扭头看我 为什么 要不是我对特里 乃洛克斯那么好 他说不定还活着 是吗 他悄声说 您怎么能确定 晚安 马洛先生 非常感谢 为您做的几乎所有事情 他顺着草地边缘走回去 我目送他进屋 门关上 门廊灯随即熄灭 我朝虚无挥挥手 开车走了 第二天早晨 我起得很晚 因为昨晚挣了好大一个甜头 我多喝了一杯咖啡 多抽了一支香烟 多吃了一条加拿大培根 第三百次发誓 我绝对不会再动用电动提须刀 因此 这是平常的一天 我十点到办公室 取了些乱七八糟的邮件 我踩开信封 把那堆东西晾在办公桌上 我敞开窗户 释放夜间积累的灰尘和污垢 它们悬浮在静止的空气中 聚集在房间的角落里 落在百叶窗的叶片上 一只死鹅子 摊开翅膀躺在办公桌的一角 窗台上有只断翅的蜜蜂 顺着木头爬行 发出疲惫而微弱的嗡嗡声 像是知道挣扎无济于事 它命数已尽 它费了太多次任务 这次不可能返回老巢了 我知道今天会是一个疯狂的日子 每个人都有这种日子 碰到这种日子 会冲进来的只有松了皮带的轮轴 把脑子连口香糖一起吐掉了的疯狗 找不到坚果藏在哪儿了的松鼠 总是漏装一个齿轮的机械师 过了三天 埃令维德在下午的后半节打电话给我 请我隔天晚上来家里喝一杯 他们请了几个新朋友来家里喝鸡尾酒 罗杰想见我 向我表达诚挚的谢意 哦 对了 能顺便寄一份账单过来吗 你什么都不欠我的 维德夫人 举手之劳 报酬我已经得到了 我表现得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看上去一定很傻吧 他说 如今一个吻 似乎什么也代表不了 你会来的 对吧 应该吧 虽然李智叫我别去 罗杰又恢复过来了 他在工作 很好 你今天听上去特别庄重 你大概把人生看得很严肃吧 时不时就会这样 怎么了 他笑得非常轻柔 说再见 挂断电话 我坐了一会儿 严肃地看待人生 然后我努力想一点有趣的事 好让我捧腹大笑一场 两者都没有成功 于是我从保险箱里 取出特里莱诺克斯的诀别信 重新读了一遍 这封信提醒了我 我还没有去维克兜餐厅 喝他请我为他喝的那杯 螺丝起子 这会儿时间正好 酒吧应该很安静 要是他活着 能和我一起去喝一杯 他喜欢的就是这种氛围 想到他 我有点悲伤 还夹着一丝酸楚 来到维克兜餐厅 我险些继续向前走 险些 但没有 我拿了他太多的钱 他愚弄了我 但为此付出了很多 马洛从维林杰一身处 找到了维德 在送维德回家后 还强吻了爱丽 马洛重读了一遍特里的诀别信后 有点悲伤 他觉得自己被特里愚弄了 为什么呢 一起期待明天的故事吧 如果被愚弄 你会怎样反击 你觉得怎样 才是最潇洒的反击 看到那些愚弄自己的人 最终付出代价 你有何思考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长海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 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 漫长的告别 昨天我们读到 马洛救出了维德 又通过阅读特里的遗书 再次告别 但特里的故事 似乎还没有完 因为马洛又遇到了特里的七姐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维克多餐厅里安静极了 你进门时几乎能听见温度陡降的声音 吧台前的高脚凳上有个女人 穿定制的黑色长裙 她一个人坐在那 面前摆着一杯大致是绿色的饮料 正在用长长的浴室烟嘴抽香烟 我隔着两个高脚凳坐下 酒保朝我点点头 但没有微笑 罗斯起子 我说别加苦味酒 她在我面前放了一小块餐巾 眼睛依然盯着我 说起来 她用愉快的声音说 那天晚上我听见你和你朋友聊天 于是就浸了一瓶罗斯牌清凝汁 然后你们就再也不来了 我知道今天晚上才打开 我的朋友出城去了 我说不麻烦的话 酒加双份 多谢你费心了 她走开了 黑衣女人瞥了我一眼 然后低头看酒杯 这儿很少有人喝这东西 也许我认识你的朋友 她说 她叫什么 我没有立刻回答她 我点了一支烟 看着她从浴室烟嘴里 磕出烟头 然后换上新的一支 我伸手地上打火机 来诺克斯 我答答 她谢谢我的打火机 向我偷来探寻的一眼 然后点点头 对 我和她很熟 也许太熟了一点 我叫马洛 我叫林达 希尔维亚乃洛克斯 是我妹妹 她回答得很简单 她以为你能认出来呢 逝者端着我的第三杯 螺丝起子 小跑而来 我尝了尝味道 放下 一根手指 压着酒杯圆形底座的边缘 我父亲很久以前 就和我妹妹断绝了关系 偶尔见面 他也几乎不和他说话 再过十年 他会变成一个 被性欲驱使的老巫婆 就像你在好莱坞派对上 经常见到的那种可怕女人 或者说几年前经常见到 满世界飞的富豪人渣 我忽然毫无理由的火冒三丈 我站起来 扫视其他卡座 隔壁一个空着 再过去 一个有个男人独自坐着 安安静静的看书 我扑通一声坐下 把酒杯推到一旁 俯身越过小桌子 我还有足够的理性 压低声音说话 老天在上 罗林夫人 你到底在卖什么关子 哦 让我告诉你我怎么想 希尔维亚死的那天晚上 特立和你老头子谈过 谈什么 你老头子对他说什么 逃到墨西哥 吃自己一枪吧 小老弟 家丑不外扬 我知道我女儿是荡妇 十几个醉酒杂种里 随便哪个都有可能凶性打发 把她的漂亮脸蛋塞进她的喉咙眼 但那是偶然事件 小老弟 那家伙酒醒了 会追悔莫及 你吃够了甜头 现在该你回报了 我们想让波特家的好名声 像高山百合一样芬芳 他嫁给你是因为他需要一块遮羞布 他死了以后就更加需要了 而你就是这块遮羞布 要是你能跑掉 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当然最好 但要是被人发现 就自我了断吧 咱们太平间再见 你肯定喝醉了 林达洛林飞快地说 迈步走向大门 我只在黑暗中 见过一次维德加 屋子白天看上去不如晚上的 车道上停满了车 于是我在路边停车 然后走了进去 穿白色燕尾服的墨西哥管家 为我开门 他身材瘦靴 是个整齐好看的墨西哥人 优雅的燕尾服很合身 他一看就是每周挣五十块的墨西哥人 不需要用辛苦劳作慢性自杀 艾林维德在我身旁抱了出来 他穿浅蓝色的某种礼服 反正肯定没有减损他的美貌 他拿着酒杯但似乎仅仅是道具而已 非常高兴你能来 他郑重其事地说 罗杰想在书房见你 他讨厌鸡尾酒会 他在工作 吵成这样还能工作 吵闹似乎从来都影响不了他 坎迪可以帮你端酒 还是你更愿意自己去吧台 我自己去好了 我说 那天晚上对不起了 他微笑道 你好像已经道过歉了 没关系 去他的没关系 他的笑容又保持了一会儿 足够他点头转身走开 维德平躺在一张金色皮沙发上 漂白目的宽大写字台上 放着打字机 打字机旁是一摞黄色打字纸 老弟 来我这儿住一阵如何 你光是待在这儿 就能帮我好大一个忙 维德说 我看不出怎么能帮你 但我看得出 只要待在这儿就行 一个月一千块能打动你吗 我喝醉了会很危险 我不想变得危险 也不想喝醉 但我拦不住你 是三个月如何 等我写完这本该死的书 然后出远门待一阵 在瑞士山区找个地方住院 彻底戒酒 他走向房门 一把拉开 我们走了出去 他拉开门 嗡嗡声从客厅铺天盖地而来 虽说不太可能 但似乎比我进去前更吵了 大概多了两杯酒那么吵吧 维德这儿那儿的和大家打招呼 人们似乎很高兴见到他 但喝到这个份上 他们看见匹兹跑飞尔 手持定制冰锥 大概也会很高兴 人生只是一场盛大的马戏表演 走向吧台的半路 我们对上了罗林医生和他的妻子 医生站了起来 上前直面维德 他满脸近乎病态的憎恶 很高兴见到你 医生 维德亲切地说 你好 琳达 最近你躲到哪儿去了 呃 不 这个问题好像傻乎乎的 我 维德先生 洛林的声音在颤抖 我有话对你说 非常简单 我希望也足够决绝 离我妻子远点 维德好奇地打量他 医生 你累了 你没有酒 我去拿一杯给你 我不喝酒 维德先生 我知道得很清楚 我来你家只有一个目的 刚才已经表达清楚了 呃 我好像听懂了 维德依然和蔼可亲 既然你来我家做客 那么我也无话可说 除了我觉得你似乎不太正常 周围的交谈声陡然降低 男男女女全都竖起了耳朵 好戏开场 洛林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双手套 拉直 抓住其中的一只指尖部分 使劲摔在维德脸上 我填满烟斗 剪阅棋子 看有没有谁像法国佬那么刮脸 有没有谁的纽扣送了线 我下了一盘 戈尔恰科夫对曼宁金的冠军锦标赛 七十二部 平局收场 一场了不起的经典棋局 锐不可挡的力量 遇到不可动摇的障碍 没有夹皱的拼杀 没有流血的战争 除了广告公司 你在哪儿都找不到如此精心浪费人类智能的行为 马洛在自己与特里经常喝酒的维克多餐厅 遇到了特里的妻姐琳达 在维德家宴上他们再次相遇 同时马洛又答应维德留在他家帮忙 琳达跟特里的案子有关系吗 维德为何要提出这样的请求 一个人的一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最有价值 你最理想的人生状态是怎样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的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明天见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长海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 漫长的告别 昨天我们读到马洛应维德之妖 留下来帮助他 没想到很快马洛就接到了维德家打来的电话 维德在电话里都讲了些什么呢 维德遇到了什么危险吗 让我们再来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差十分 维德打电话给我 他口齿不清 喉咙里咯咯作响 但我依然认得出是他 我还在电话里听见了短促而困难的喘息声 他确实就在那个地方 他侧身躺在木槿的阴影中 他的脉搏又快又急 呼吸不怎么自然 他的后脑勺 沾着些黏糊糊的东西 我对他说话 摇了他几下 我拍了几下他的面颊 他嘟嘟囔囔 但没有恢复知觉 我拖着他坐起来 把一条胳膊挂在我的肩膀上 想抓住他的一条腿 用后背将他扛起来 我没有成功 他比水泥快还要沉重 我们一起坐在草地上 我喘息片刻再次尝试 我总算像消防员救人似的 把他扛了起来 沉重地穿过草坪 走向敞开的前门 埃琳韦德已经不在沙发上了 整个房间都交给了我 这会儿我太累了 不在乎其他人都去哪了 我坐下来看着他 等他吸气吐气 然后我研究他的头部 他的脑袋沾着血 头发上黏乎乎的都是 看起来不怎么严重 但头部受伤总是很难说 然后埃琳韦德站在了我的身旁 静静地看着他 表情依然漠然 很抱歉 我昏过去了 他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最好还是叫医生来 我打电话给洛林医生了 他是我的医生 你知道的 他不想来 过了十五分钟 洛林医生到了 他戴着上江的假领子和无眶眼镜 一脸被迫清理狗呕吐物的表情 他检查韦德头部的情况 表皮疙伤和愚肿 他说 不可能老振的 要我说 他的呼吸 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情况 他拿起帽子 拎起出诊包 保持他身体温暖 他说 可以给他洗个头 去掉血污 动作轻一点 他睡一觉就没事了 医生 我一个人没法把他弄到楼上去 我说 那就让他躺在这儿好了 他毫无兴趣地看着我 晚安 魏德夫人 你知道我不治酒精成瘾 就算我治 你丈夫也不可能成为我的病人 相信你肯定能理解 没人求你诊治的 我说 我只是请求你帮忙 把他抬进卧室 好让我脱掉他的衣服 请问 你又是哪一位 洛林医生 冷冰冰地看着我 我叫马洛 一个星期前来过这儿 你妻子向你介绍过我 有意思 他说 你是怎么和我妻子搭上的 这话他妈的什么意思 我只是 我对你想干什么毫无兴趣 他打断我的话头 转向爱里 轻轻点头 迈步向外走 我插在他和门之间 背对门堵着他 稍等一下医生 也许你很久不看那篇名叫 西伯克拉底誓言的小文章了 这位先生打电话找我 我家离这儿有段距离 他听上去情况不妙 我一路赶来 违反了本州的每一条交通规则 我发现他躺在地上 扛着他进门 相信我 他比一带羽毛重得多 仆人不在 这儿没人能帮我把维德 弄到楼上去 你说我该怎么办 别等到 他摇牙切齿地说 否则我就打电话报警 请他们派个警员过来 身为一名职业人士 身为一名职业人士 你连一把跳蚤屎都不如 我说让出他的去路 他脸色变红 速度很慢 他变得很明显 他险些被自己的胆汁呛住 然后他打开门 走了出去 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关门前 他望向我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这么恶毒的一个眼神 来自这辈子见过的 最恶毒的一张脸 墨西哥人 穿黑白棋盘格的运动衫 和黑色折剪长裤 没记皮带 脚上是黑白双色的陆皮鞋 干净的一尘不染 他浓密的黑发向后疏 打了某种发油或发乳 亮晶晶的 先生 他说 挖苦的卑微鞠躬 坎迪 帮马洛先生 把我丈夫搬上楼 他摔倒了 受了点小伤 很抱歉 不得不麻烦你 没什么 夫人 坎迪微笑着说 我看我就说晚安了 他对我说 我累极了 你要什么 就吩咐坎迪一声 他满吞吞地爬上楼梯 坎迪和我望着他 一个好妞 他和我说悄悄话 留下过夜吗 不太可能 真可惜 他非常孤独 说真的 我帮他吃药 他又喝了些水 他再次躺下 这次转过头来 看着我 听我说 马洛 我写了些东西 不希望爱丽 你已经说过了 等你睡着了 我就去办 哦 谢谢 有你在旁边 真好 非常好 一段比较长的沉默 他的眼皮 渐渐地越来越重 杀过人吗 马洛 嗯 感觉很糟糕 对吧 有些人喜欢 他的眼睛完全闭上了 随即又睁开 但眼神朦胧 怎么可能 我没有回答 这双眼睛再次闭上 一点一点的 就像剧院里 慢慢落下的幕布 他开始打寒 我又等了一会儿 然后调暗灯光 走出房间 我关掉所有的灯 只留下一盏落地灯 然后走向书房 书房门关着 但里面亮着两盏灯 一盏是皮沙发尽头的落地灯 另一盏是带灯罩的台灯 我坐进软电椅 打量房间的陈设 我想知道 它是怎么搁上头部的 椅子弹簧很松 要是向后仰翻过去 脑袋有可能撞在桌角上 我润湿手帕 擦拭桌角的木头 没有写 什么都没有 桌上有很多东西 有两只青铜大象之间的 一排书籍 有老式的方形玻璃墨水池 我擦了擦墨水池 没有任何结果 其实我找来找去 没什么意义 因为假如它是被人袭击的 凶器未必会留在房间里 另外当时也没有其他人在场 我起身打开吊顶灯 灯光照进黑暗的角落 答案原来就这么简单 一个方形金属废枝楼 翻倒在墙根 废纸撒了一地 这东西不会自己走到那去 所以肯定是被扔或踢过去的 我用润湿的手帕 擦了擦废枝楼的尖角 这次我看见了棕红色的血迹 没什么悬疑可言 维德后仰翻倒 脑袋撞在废枝楼的尖角上 应该只是擦了一下 然后自己爬起来 一脚把那个鬼东西 踢到房间的另一头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 他大概又飞快地喝了一杯 他觉得稍微好点了 然后稀里糊涂地 发现听筒没放好 于是他走过去 把听筒放回底座上 时间刚好对得上 这时 他最后喝的那杯酒已经上头 他酿酿呛呛走出屋子 穿过门前草坪 在我找到他的地方昏倒 到这里都说得通 那么他妻子会怎么做呢 他应付不了他 没法和他讲道理 甚至不敢接近他 所以他有可能请人来帮忙 忽然今天放假 因此只能打电话叫人 嗯 他给什么人打过电话 他打给了和蔼的洛林医生 现前我以为 他是在我到来以后 才打电话给他的 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么说 接下来就开始对不上了 按理说他会去找他 发现他 确定他有没有受伤 但按理说 你不该发现他 站在敞开的门口抽烟 对丈夫的下落 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我还是想不通 但暂时只能这样 我只能假定他 经常遇到这种局面 知道他无能为力 只能顺其自然 因此这次他也该这么做 就这样 顺其自然 让他躺在外面地上好了 直到有足够体力的人 敢来处理他 但我还是想不通 坎迪和我抬他上楼回卧室 他却告退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这一点我也想不通 他说他爱这个男人 他是他丈夫 喝醉酒他就变了个人 必须比而远之 因为他很危险 但不知为何 我就是想不通 假如他真的害怕 就不会站在敞开的门口抽烟了 假如他只是怨恨 冷漠或厌恶就不会晕倒了 肯定有其他的原因 马洛接到维德的求救 赶到他房间 发现维德摔倒在地 马洛只好送他去他妻子身边 然后在他跌倒的地方探查 马洛发现很多疑点 甚至包括爱丽 他会找到真相吗 生活在现代都市中 你是否时常感到落寞孤独 你喜欢这种孤独的状态吗 这种孤独状态 会让你与外部世界 保持一种疏离感吗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长海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 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 半场的告别 阳台上亮着灯的两扇门都打开了 一扇门通往艾琳的房间 另一扇门通往她的房间 艾琳的房间里没有人 她的房间里有搏斗的声音 我冲进去 发现她趴在床上 和她撕扯 一把黑油油的枪 陡然戳到半空中 两只手抓着枪 一只是男性的大手 一只是女性的小手 抓的都不是枪柄 维德在床上坐了起来 俯身向前推 艾琳身穿浅蓝色的家居服 就是那种垫绵的夹衣 头发披在脸上 此刻她用双手抓住枪 使劲一扭 从她手里抢了下来 尽管她处于麻醉状态 她的力量 还是让我吃了一惊 她倒下去 瞪着眼睛喘气 她向后退 撞在我身上 她站在那 倚着我 双手抓着枪 死死按在身上 她一边喘息 一边抽烟 痛苦的浑身发抖 我伸手绕过她的身体 按在那把枪上 她猛地转身 想在这时 才发现我的存在 她瞪大眼睛 身体瘫进我的怀里 她松开了枪 这是一把笨重的武器 微波力 双动左轮 击垂内置 枪管 是热的 我用一条胳膊揉住她 把枪塞进我的衣带 从她头顶 望向罗杰 一时间 谁也不说话 然后罗杰 睁开眼睛 嘴唇上变出那种厌倦的微笑 没人受伤 她喃喃道 只是朝天花板 随便开了一枪 我感觉到 艾琳的身体变得僵硬 然后她从我怀里正开 她的视线有了焦点 眼神清澈 我放开她 这会儿 她显得疲惫和脆弱 而且非常美丽 怒火中烧的那一刻过去了 我伸出手 碰了碰她的胳膊 没事了 我说 她不会再这么做了 你回床上去吧 她盯着罗杰 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走出房间 她的身影在门口消失后 我坐在了她 刚才坐的床檐上 我从床头柜里 取出一粒素壳棉 然后倒了一杯水 往维德服下 等她的眼皮变得沉重 我走出她的卧室 艾琳的门敞开着 她的房间没有开灯 但月光够亮 勾勒出 她站在门口里面的身影 她喊了一声什么 像是人鸣 但不是我的 我走向她 声音小点 我说 她要睡着了 我一直知道 你会回来 她温柔地说 哪怕已经过了十年 我打量她 我和她有一个在发疯 关上门 她用充满爱意的声音 继续说 这么多年 我一直为你守身 我转身关上门 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 等我转过来面对她 她已经扑向了我 于是我接住她 我他妈非得接住不可 她将身体紧紧地贴着我 头发扫过我的脸 她抬起嘴唇 等待亲吻 她在颤抖 她张开嘴唇 分开牙齿 舌头伸了出来 然后她的手垂下去 扯了一下什么东西 身上的水袍打开了 里面赤裸的就像九月拂晓 但少了那份娇羞 帮我上床 她悄声说 我照她说的做 我用双臂搂着她 我碰到她柔软的皮肤 鲜嫩的肉体 我抱起她 走了几步到床边 放下她 她依然用双臂搂着我的脖子 她从喉咙里发出某种气音 然后她翻腾身影 真是要命 我硬得像一匹种马 我即将失控 这么一个女人 这么诱惑你 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 我回去关上门 这次从外面关上 床上的女人 在发出某种古怪的声音 但现在只是古怪的声音而已 魔咒已被打破 我快步下楼 走进书房 抓起威士给酒瓶 就往嘴里送 等我咽不下去了 我靠在墙上喘息 让烈酒在体内燃烧 直到火焰抵达大脑 吃晚饭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所有正常的事情都是很久以前了 威士给的尽头来得既快又猛 我继续对着酒瓶狂饮 房间渐渐变得朦胧 家具颠三倒四 灯光仿佛野火或夏夜的闪电 然后我平躺在了皮沙发上 想把酒瓶在胸口立起来 酒瓶似乎空了 它滚下去 通的一声掉在地上 这是我清楚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一束阳光挠着我的一只脚腕 我睁开眼睛 看见一棵树的树顶 在朦胧的蓝天下轻轻摇曳 我翻了个身 皮革碰到我的面颊 像一把斧头 劈开我的脑袋 我坐起来 我身上有块钙毯 我掀开钙毯 把脚放在地上 我皱起眉头看钟 钟说还有一分钟到六点半 我站起来 这个动作需要骨气 需要意志力 需要我的一大半力气 而我的体能 现在大不如前了 艰难岁月 已经狠狠地收拾了我 我蹒跚着走向洗漱间 解开领带 脱掉衬衫 用双手接凉水浇在脸上 然后浇在头上 等我湿得滴水了 我用毛巾使劲擦干 我穿上衬衫 打好领带 拿起上衣 口袋里的手枪 撞在枪上 我取出枪 打开弹仓 把子弹倒在手里 五颗完整的 有一颗只剩下熏黑的蛋壳 然后我心想 有什么意义呢 反正子弹总有备用的 于是我把子弹填回去 拿着枪走进书房 塞进写字台的一个抽屉 他从我身旁走过 进了餐厅的双开门 宽敞的客厅里 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走向前门 自己开门出去 碧市的明媚山谷 一个完美的夏日清晨 这儿离城区很远 因此没有雾霾 而秋陵挡住了太平洋的潮气 很快就会热起来 是个优雅精致的那种热 不是沙漠的酷热 也不是城区 黏糊糊糊臭烘烘的闷热 悠闲谷是个完美的生活场所 完美 好人 好房屋 好车 好马皮 好狗 说不定连孩童都很好 但有个叫马洛的人 一门心思 只想出去 而且要快 随着剧情的展开 案情逐渐清晰 真相也很快到来 特里真的死去了吗 凶手又是谁呢 还有他的妻子 真的是为他所杀吗 这些谜团都将在结尾 一一展开 但为了保证阅读快感 就留给各位读者 亲自去树立寻找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说一声再见 就是死去一点点 这是漫长的告别的文言 也是主人公马洛这个角色 从开始到最后的写照 作为侦探 马洛所面临的世界 充满了犯罪 欺骗和黑暗 面对这样的世界 马洛默默承受着宿命般巨大的力量 同时在漩涡中努力寻求 自我保护 在这个过程中 马洛跟很多人很多事告别过 从特里到维德到维德夫人 他们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的生活 他还邂逅迷一样的女人拎打 互相产生好感 但最后仍然渐行渐远 以至于发出这样的叹息 说一声再见 就是死去一点点 当曾经说再见的人重新回到你面前 你发现他已不是过去的他 你也不是过去的你 一切珍贵的东西都已逝去 但这场漫长的告别终于尘埃落定 马洛和特里两个一起喝酒的朋友 都不是能被世人接受的那种人 所以他们会心意相通 也正因为如此 只要略微相挫 便有可能产生扭曲 甚至有人会显出性命 钱德勒借马洛的眼睛 写的恰恰就是我们身处都市中 孤独的个人的生活状态 就像漫长的告别 封面上画的独自一人 在酒吧喝酒的场景 有一些落寞 却又有点享受这种孤独的状态 跟外部世界始终保持一种疏离感 所以有人评价漫长的告别史说道 他历经风霜却永远浪漫 他见惯仇恶却罗半蒂克 如鲁曼罗兰所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如果你觉得这本书能打动你 欢迎阅读漫长的告别 进入一个梦幻与真实交叉的世界 读漫长的告别时 第一眼看到侦探破案经过 第二眼看到友情和爱情 第三眼则看到了个人和世界之间 永恒的对抗 村上春树就曾说过 我读了十几遍漫长的告别 它是一部毫无瑕疵的杰作 极其出类拔萃 如果允许我用夸张的表述 那几乎达到了梦幻的境界 怪不得村上春树都读了十二遍 每每遇到困境 村上春树便打开漫长的告别 希望你们也会喜欢 亲爱的朋友们 漫长的告别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本书以马洛和特里 两人的相识开始 以主角马洛的告别结束 你有过难忘的告别经历吗 经历过最不舍的告别是哪一次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